今天聊国际呢 我们要带来关心到大家的心理健康 你开心吗 尤其是年轻的族群 问到问题不知道大家怎么回答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在现有的统计来看 尤其在美国似乎很多年轻人都非常不开心 甚至忧郁大流行 正在不断的向外传染当中 美国的经济学家布兰奇弗劳尔 他就说了在2023年的时候 统计出来有12%的这个美国年轻女生 都认为说我每天都不太开心 心理状况都不好 如果你对比这个2011年的数据的话 当年只有5% 所以对比赛的话 其实这个数量是翻倍之多 而且不止女生 年轻的男生也没提到相当的问题 只是女性的情况更糟糕 很多人都因此犹豫症啦 焦虑的情况都非常明显 有很多的心理疾病 后来有很多的专家再去探讨说 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要从一个关键年份来看起 就是2011年 因为在2011之后 似乎这种集体焦虑 而且集体犹豫的情况就变得更加明显 当中专家就讨论说 2011年或是前后年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个就是经济衰退 金融危机的影响 及失业率偏高 大家的薪资也没有以前想象的这么好 还有接下来社群媒体发展 就会让大家特别简单 而且特别容易来进行比较 也有很多不论是出去玩 这个享乐上的比较 甚至容貌焦虑 同财竞争都变得更加的明显 还有或许大家觉得说 好像这些事情是在疫情之后才发生 专家说其实2011就开始了 只是新冠疫情加剧了 我们上述所说的这些所有影响 让大家在焦虑的感受上 变得更加明显 专家也提出警告说 这样子一来恐怕影响国家的发展 像是大家的消费能力下降 生育的意愿比较低 当然会出现国力危机 还有买方的需求也跟着减少 再来呢其实说到这个金钱的情况 也是很多人认为的这个 心情取决你的经济情况的一个状况 但是很多人其实还是不想做坏工作 其实以中华民国来说 年轻的劳动力是大减20万 在这三年当中 而且20万是什么概念呢 大概就是一个竹北市 新北市新竹的竹北市的人口 我们从人力银行的数据 大家来看到其实职缺数 从两年前的大概83万 上升到今年的108万 所以说其实工作的情况是偏多的 尤其住宿餐饮业还有批发的零售业 两大服务业呢开出的职缺虽多 但是都没有人去做 当中的年轻的劳动力就大减了20万 其中非常重要也是我们不断在讨论的 就是战后婴儿潮的这批人都退休了 而且呢他们的生育率是明显偏低 等于说婴儿潮世代退休职场是走得多 其实真正的补给能量还是明显偏少 还有大家挑工作 我们刚看到的都是服务业 但是很多人跑去做什么科技业 科技业高薪吸纳人才 当然对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发展 但是呢也连带造成其他的职缺 还有其他的产业因此人不够 但我们就来讨论说为什么大家现在都是 还是一个在缺工的情况 但是好像这些工作都没有人要去做呢 其实还是跟新时代的工作观有关系 第一个我工作讲的是兴趣 我不要被办公室给绑住 所以很多人想说我干脆去创业吧 没遗憾为自己而留听起来多美好 再来呢他们寻求是认同还有快速回馈 也让整个职场结构在过去呢 到现在都是比较僵化的情况 年长者偏多而且呢重要的位置都被年长人卡住了 年轻人上位当然比较困难 所以他们认为说干脆自己来比较快 还有他们要捍卫群 以像是过去大家会觉得我吃苦耐劳还不错吧 然后我总有一天可以上位吧 但现在在年轻人的心理来说非常难以实践 他们说我要加班费我要休假 而且在过劳的环境之下他们宁可走人 不过不管怎么说经济问题还是非常重要 而且到底要如何存到第一桶金 专家说用631法则或许会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向 我请你今天想来个内容分享 我在28岁存到350万的经验分享 不到30岁的理财YouTuber李勋 25岁时存下第一桶金 28岁就拥有350万元的存款 不藏私的分享自身经验 他也表示省钱存钱是帮助厨师的第一步 但最好有三个账户并搭配631法则 60%用在消费 收入的三成存下来 至于剩下的10%则用在风险规划中 631简单来说就是60%用来储蓄 30%是用来消费 10%是风险规划 那风险规划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 主要是意外险或者是医疗险这一类型的保险 那其实透过分账户搭配比例原则 简单来说就是每一个账户都必须要有它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比例它是可以很弹性进行调整 透过这个比例原则你可以去很好的去做操控 像是你每个月可以多出1500元进行投资 看你要定期定额或者是先存下来 我觉得都是可以 一个月存1万那它也有12万 那12万其实大概4年就有办法存到50万 那当然你就是它就是倍数 所以你前面可能很辛苦前面可能先存2万 那这个可能都要大概有4万块的收入人才有办法先存2万 那你看如果它先存2万它一年就达到48万了 就将近只比50万 那这一第一笔的50万它可能透过可能透过投资 它可能透过投资它有机会翻倍 理财专家林恩如认为年轻族群最大的本钱就是时间 因为等到中壮年上有父母下有孩子的三明治世代 大笔开销接踵而来 再来规划就太晚 因此趁早开始理财 创造被动收入相当重要 打工啊 兼差啊都可以 就是它时间可能比较充裕 那它可能就可以做两份工作三份工作 那可能时间可以选择比较弹性一点的工作 正值的工作也不受影响 然后第二份收入它又可以创造增加额外的收入 我觉得30岁之前都可以这么做 因为兼差打工还是透过你的劳力跟体力 你不可能一辈子都做两份工三份工 兼差可以 但是你要有一个时间性 可能我给自己一个目标 是我一年之后我存到这笔钱 我可能是要出国留学 或者是我可能是要小套房的投机款等等 我觉得这是要有一个目的性 等到你达到这些目的之后 你要试着去让自己在家自己竞争 给你提高自己的收入 而不是透过兼职的方式 来让自己的收入提升 当许多人还在抱怨薪水不够 存不到钱的时候 有的人早就建立好 源源不绝的被动收入 想要达到财务自由 就得从年轻开始规划做准备 TVBS新闻 罗氏彭 刘燕轩 新北采访不到 再来要讨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不知道大家今年期待年终吗 人类银行统计只有六成六的公司 确定会发年终奖金 拿起手机 扫描QR Code 接着确认点餐 每一张出单是餐厅重要收入 也是系统业者获益来源 大逸之年 点餐方式连带改变 工程师忙着调教系统 除了因应餐厅需求复苏 还有缺工问题 其实这个报复性的消费增加 所以很多餐饮业突然生意起来了 但是员工不够不够多 所以就要由来像我们这种 数位的点餐的科技 基本上因为我们的客户主要都是 连锁餐饮为主 所以说也受惠于这一波的开店数 新的客户数大概是去年的两倍左右 那我们的营收预估今年会成长到去年的150%到170%之间 每一间店2000元上下的月租费 让餐饮智慧公司前景可期 员工也有望跟着收惠 那获利成长在盘算之后 我想再横估再播放给员工的年终奖金这一块 我想是会往上再提升的 我想也许在相较于疫情期间 应该会提高差不多一半左右 至少一半以上 只是年终增加永远不可能人人有奖 人力资源网站最新调查显示 66.6%的公司确定会发放 但和去年71.4%相比依然较低 也还没有恢复疫情前的荣景 而确定不会发年终的企业 比例则有8.7% 显见还在观望风向的公司行号 对比2022年占比增加了5% 编辑写风效益似乎只有带动 像一些餐饮业或观光业 空运业的一个复苏 甚至出现缺工的一个状况 所以内需型产业这边可能有些 业者他们比较倾向于多发一些年终奖金 来留财 这个年终奖金这边 这个真的就是两样型的一个情况 人力银行第一波预估 观光业 餐饮业还有空运业 可以对今年年终奖金抱有期待 不过制造业或科技业的从业人员 得看产业外冷内热何时回暖 外冷内热主要是因为外销市场 它现在持续的低迷 那是因为在之前我们疫情前 很多可能国际的厂商 它已经采购了足够的库存 所以我们现在等到库存消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台湾的出口才可以慢慢的拉抬 那预计可能今年底或是明年初 就可以慢慢见到转机 年终发不发 看大环境 能领多少看的则是影像分数 忙碌人一整年绩效考核 您一定想给自己打高分 偏偏老板想的和您总有一些落差 求职王统计 今年的上班族自评平均给自己77.2分 高于去年的75.9分 其中也有8.2%的人自信绩效 无可挑剔 而企业主给出的分数 虽然相去不远 但是人力资源业者提醒 盛防静音效果 其实在打考记的时候 可能这个老板或上司 会有比较接近的印象分数 只是看下属 11月跟12月的表现 忽略到他们1到10月份 表现得好或坏 那也相对上 会让上班族好像特别要强调 这两个月 11 12月的工作表现 要盖过去自己 1到10月的表现 如果有比较差的一个状况 希望上司或者是老板 在打考记的时候 还是要考虑到全年 1到12月的一个表现 尽管已经有30.3%的上班族 做好年终领不到的行李准备 但真正尴尬的是 不如预期 不换寡换不均 钱只是个触发点 真正最大的原因都是 因为他觉得 他的贡献 并没有受到老板的肯定 或他觉得老板 其实并没有喜欢他 或者在沟通的过程中 他觉得 他并没有在企业受到重视 所以每一次常常 我们在辅导很多企业里 都会看到 到了年底打考核的时候 那员工常常都会出现 有很多不满的情绪 或者是士气都会很低落 是为什么企业每一年 都在找很多老师 在训练如何做绩效面谈 但真正的关键是 他们没有把目标 跟标准给确立好 如果少了实质鼓励 是否至少还有发展机会 企业主的规划和智慧 关乎员工 是否非得用换工作 才能换个好心情 TVBS新闻何佳燕业玉甫 台湾到 TVBS的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 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